男人故意把破烂的内衣穿在官服里面 然后露出衣领吸引朱元璋的注意力 可当朱元璋让他脱掉官服的时候 他却又表现得十分抗拒 把官服脱了 给咱看看 皇上 臣不敢亵渎皇宫圣地 获下官服 虽然朱元璋上了钩 可他在脱衣服的时候依然细节拉满 想脱却又不敢脱 直接把老朱掉成了翘嘴 结果被朱元璋一把扒开 露出了那件向灾民借来的破内衣 杨县啊 不光是个干力 拿下朱元璋 还专门从扬州带来了两件法宝 第一件法宝被小心地放在墓盒里 虽然只是两把盗碎 可朱元璋见了却无比激动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盗碎啊 这两只盗碎 是从臣的责任田里长出来的 每岁长起半尺 有鼓励两百余力 他们是千年罕见的祥瑞 是上天降与大明王朝 原来阳县是朱元璋轻点的知府 奉旨治治理重灾区扬州 可他一上任就变得贪功冒进 竟然把三年规划提前到了两年 在第二年的时候 庄稼果然没有丰收 阳县为了邀功请赏 于是便向扬州的商人高价购买了 这两把最大的盗碎 然后献给了朱元璋 为了不留下隐患 他甚至把那位扬州商人杀掉灭口 毫不知情的朱元璋 还以为扬州取得了大丰收 于是下令 你觉得朱元璋得知实情后 会怎么处罚阳县呢 阳县带来的另一件法宝是一代道 阳县为了得到他更是丧尽天良 扬州在年初发放盗种时 有个官吏私吞了二百万 虽然盗种被追悔 可阳县为了震慑其他官员 竟然把那人的皮肤活生生扒了下来 然后用稻草塞进人皮做成标本 直接悬挂在了扬州府衙门口 不仅如此 阳县还强制农民没天没夜的劳作 如果有人胆胆反抗 就把他们关进私人大牢 阳县为了邀功请赏 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然而朱元璋却一无所知 还把他封为中书省平章正式 位居三平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阳县的死对头胡为庸很快掌握了证据 一路跑到扬州把大牢的平民救了出来 阳县的结局究竟如何呢 就好